各位長輩們大家好 大家很認真 特別犧牲午休時間來聽我們這個演講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洪立委 立正立委 他名的委 我現在已經是主治醫師了 這是我的小小的自我介紹 我自己的專長除了關節炎以外 還有微創手術 創傷就是骨折 骨質素中症 還有五十肩 還有一些微創手術 另外在學術方面的話 我的專長是生物力學跟醫學工程 我現在的現職是台大醫院骨科部的主治醫師 另外我在台大醫院的金山芬院 有兼任當主治醫師 另外我是台大醫學院的講師 右邊這是我的一些簡單的經歷 我覺得這些經歷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現在是台大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後學人 所謂博士後學人就是還沒拿到博士的意思 但我還在念書 所以看我們的職業就蠻複雜的 我要看門診 我要開刀 我要當老師 然後我要當學生 但是我自己覺得這裡面的經歷最重要 真的就是博士啦 其實念書真的是一個蠻辛苦的工作 然後現在的年輕人 可能因為我們就職的需要 大家也不太去念書 大部分都碩士班畢業 就不念了 其實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好多優秀的年輕人他們繼續進修的話 他們的未來也許可以促進我們科技的進步 來造福人群 但是我看尤其我們工學的學弟妹們 好像念到碩士就不繼續念了 所以我就希望各位長輩們家裡 如果有優秀的子弟兵 也歡迎加入我們博士班的行列 多念一些書來造福我們的民眾 其實說到今天的這個演講 我是有一點緊張 我們之前已經有 謝謝 謝謝你 我之前已經有一組投影片 但是我還是特別去把 我博士班上課的一些內容 全部都找出來 因為我相信我們今天的這一場演講 應該會有一些很精闢的問題來問我 所以我有準備蠻多東西的 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關節是什麼東西 大家看得到關節 關節其實就是骨頭跟骨頭的骨接點 骨頭跟骨頭 把骨頭跟骨頭之間隔開的一個地方 我們叫關節 關節可以分好多關節 有些會動 有些不會動 比如說我們頭殼的關節 它就不太會動 但是我們手肘的關節跟肩膀的關節 它活動度就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來講的 主要是一些可以活動的大關節 這是一個關節的剪圖 抱歉 這都是英文 我稍微說一下 就是骨頭 看得到這個指標嗎 骨頭跟骨頭 骨頭跟骨頭的交界點 我們就叫做關節 關節這樣X光看上去 就好像兩塊飄在空中的骨頭一樣 所以它會不會動呢 會不會動 它當然會動 但是它活動的時候又不能夠脫臼 又不能跑掉 要靠什麼東西來維持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關節囊 還有關節的韌帶 關節的韌帶 一些骨接點 然後關節囊的韌帶裡面就會有一些水 有一些關節液 我們平常拿來負責潤我們的關節 這應該是兩邊都有 但是因為太多構造了 我們沒有辦法說把它畫在兩張圖上面 所以除了關節囊跟關節液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叫Bursa 我們叫滑翼囊 比如說我們平常跪下來的時候 膝蓋在跟地板上摩擦的那一層膜 我們這樣跪著不會痛 那層膜就叫做滑翼囊 另外肌肉也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肌肉很重要呢 肌肉事實上這邊也有 其實這邊也會有 這樣肌肉同時收縮的時候 關節會怎麼樣 會變緊 它就會變得很穩定 所以就不容易脫臼 而且它會變得很有力 我們可以保護它 關節不受傷 所以說一個好的關節 除了關節軟骨以外 關節囊 關節旁邊的韌帶 旁邊的肌肉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關節是一個很複雜的構造 不是只有關節的軟骨而已 要我們當機 要我們當機 像關節的軟骨 大家有看過軟骨吧 在吃雞腿的時候 上面那層白白的就是軟骨 軟骨把它咬下來之後 下面接著就是正常的骨頭 我們就叫做硬骨 這張圖來看的話 這邊就是 這一層就是軟骨 這個就是硬骨 平常我們在咬 把它咬下來 可以咬 所以吞下去的 這個部分就是軟骨 它在磨損的面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放到 顯微鏡下面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 其實上大部分都是一些透明的膠質 它的細胞非常的少 再把它放得更 更仔細的話 這些膠質事實上就是這樣 一條一條的膠質 這是電子前我已經看得到的 它的軟骨是一些 蛋白質跟膠質構成的 它的細胞本身 並沒有那麼的多 然後我們再把它放得 更深一點來看的話 這些膠質呢 它實際上一條一條 有點像羽毛 有點像羽毛 把它放到最大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它的軟骨的膠質 它中間有一個骨幹 旁邊這些小羽毛 這個骨幹的話 事實上就是我們講的玻尿酸 玻尿酸 這些旁邊的小羽毛 這叫做什麼 叫做 其實就是叫做葡萄糖胺 所以這兩個東西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們平常在吃玻尿酸 我們在打玻尿酸 我們在吃尾骨粒 事實上就是一個吃腦補腦的觀念 所以一般人都相當的可以接受 這些膠質呢 本身就是有帶電 有一個帶一個電盒 它們都帶負電 所以說呢 當它被壓迫的時候 軟骨跟軟骨被壓迫的時候 軟骨跟軟骨之間 它因為帶負電 所以它會本身有一個相似的力量 它會把它分開來 所以說我們關節在磨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非常耐磨的一個機構 大家想想 一般我們平均得到 骨關節炎的年紀大約是60歲左右 有沒有什麼機器可以讓你這樣 一直磨磨磨磨 60年內襯不用換的 似乎沒有 大家想一想 我們工業上面的機器 你用再多的潤滑油 你再怎麼頻繁去保養它 用不了60年 但是我們的關節 大部分都可以用滿60年 甚至有些老人家很厲害 可以90幾歲 見步如飛 關節還是很好 主要就是我們造物組 這個非常一個精密的設計 我們的關節的軟骨 就像磁浮列車一樣 平常它關節是漂浮的 它不會真的下去摩擦 不會真的下去撞 就像這樣子 這是上面的關節 這是下面的關節 平常它有帶負電 把它相刺開來 所以它摩擦不會很嚴重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關節液 關節裡面有一些水分 有一些關節液在裡面 其實這也含了很多玻尿酸在裡面 它這個效果 它在關節隨時潤滑的關節 這是一個我們叫做 邊界潤滑的一個觀念 邊界潤滑的話 像現在汽車的引擎 為了提高它的耐磨性 事實上也在模仿 我們人工的這個關節 我們希望它的關節的摩擦係數 降到非常的低 像這個 但是人工的怎麼樣 都比不上爸爸媽媽 生給我們的那麼精密 所以我們人工的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來模擬 這個邊界潤滑的這個效果 所謂邊界潤滑就是說 它這個平常的關節面 它就是吸滿了這些水 當你開始踩的時候 它就開始相刺 比如說我們不踩的時候 關節是這樣分開的 當你開始踩的時候 關節就慢慢的接觸 接觸到一定的點之後 就相刺了 電子跟電子相刺之後 它力量再加下去的時候 關節跟關節就會接觸 但是接觸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它的關節軟骨裡面 裡面吸滿了水 它就會放出它的潤滑液 這時候潤滑液就開始潤滑這個關節 所以你即使在摩擦的時候 它也非常的不容易磨壞掉 但是即使像我們造物組 給我們這麼樣好的設計 為什麼還是會有一些關節炎的事發生呢 為什麼有關節磨損的一個現象 我們就稍微簡單的來提起一下 所謂關節炎 簡單來講就是關節發炎 發炎的原因待會我們再來說 它的症狀就是疼痛 僵硬 紅腫 腫脹 有時候關節裡面有水 所以直接造成你的行動困難 而且人的身體 只要每一個可以動會動的關節 從頭到腳 從脖子到腳底都有關節 這些關節都有可能會發生關節炎的現象 最常見的像肩膀 脊椎 手肘 髖關節跟膝關節等等 事實上我們也是慢慢地 在邁向一個高齡的社會 所以不只台灣 台灣是滿嚴重 但是像美國他們也有 今年是2015年 我們還有很多年輕人 可以照顧我們的高齡人口 65歲以上的人口 但是等到我70歲的時候 2050年 那時候我80歲 那時候你看可以照顧老人家的人口 會變得越來越少 可能他的年輕人跟65歲以上的長者的比例 已經會超過1比1 所以說像這樣子老人相關的疾病 比如說退化性關節炎 或者是骨質疏鬆症 或者是一些老人相關的疾病 未來都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在台灣人目前在50歲以上就有兩個人 兩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 他會得到退化性關節炎 他的風險因子如下 就是第一個是50歲以上 第二個是比較胖的人 常呆在冷氣房的人 骨質疏鬆症的人 風濕性關節炎 還有運動的人 尤其像那種跑馬拉松的 聽起來好像很硬 但是實際上並不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運動 還有常常蹲著做事的人 或者曾經受傷的人 另外他有一些些遺傳傾向 所以家族裡面有退化性關節炎的人 他的風險也會比較高 關節炎這個是美國的數據 是成年人殘疾的主要原因 是最普遍的一個慢性的疾病 在美國的話 他所有的人算進去 六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的關節炎 女性是男性的兩倍 然後常常700萬個美國人 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受限的 他的門診整次是接近4000萬個人 住院接近50萬 每年花費650億美元 這個事實上是兩年前的數據 我相信現在又增加了 關節炎的類型如下 第一個就骨關節炎 事實上骨關節炎 就是我們講的退化性關節炎 它佔所有關節炎的80%左右 另外一些比較少見 像類風濕性關節炎 痛風性關節炎 僵直性脊椎炎 紅斑性瀾瘡引起的關節炎 痛風引起的關節炎 一些免疫性的關節炎 佔少數 但是少數還是有 我們今天的講題 就主要會集中在這裡 退化性關節炎 是目前最普遍的一個關節炎 通常在45歲以後發病 45歲以前發病的話 我們就要想想別的原因 看是不是有受過傷 或者是一些免疫的問題 或者是有尿酸痛風等等 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關節互相摩擦 摩擦造成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它非常的耐磨 但是當非常強烈的摩擦的時候 然後摩擦到一定的年限的時候 它還是會磨壞掉 但是除了磨壞掉以外 它還有一些別的原因 一開始磨擦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產生一些 關節凹凸不平的現象 慢慢的就會掉下一些軟骨的碎穴下來 這時候都還是磨擦造成的 或者是撞擊造成的 這個原因我們待會兒會再仔細再講一下 在摩擦或撞擊造成這些碎穴之後 這些都是物理現象 大家都還很能理解 但是這個碎穴掉下來之後 就會沉積在關節裡面 我們身體如何把這些碎穴移掉呢 我們要靠白雪球 白雪球會去把這些碎穴把它吃掉 把它移掉 把它排到別的地方去 把它分解掉 但是不幸的我們的白雪球 在分解掉下來的碎穴的同時 它會放出一些別的發炎因子 它會嘗試去重建這個關節 大家要有一個觀念 軟骨是不能再生的 軟骨的再生 目前都僅限於實驗室裡面的一些成果 我們在臨床上還沒有辦法看到 軟骨再生的一個現象 尤其是關節軟骨 所以說即使它放出那麼多生長因子 嘗試來修復我們的軟骨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刺激到旁邊的硬骨 硬骨就會長出一些有點像軟骨的東西 試著來模擬軟骨的功能 但是畢竟說它還是真正的軟骨 這個觀念有點像說 好像今天我們開的進口車壞掉了 那個零件壞掉了 我們就去換零件 就換到台廠的零件 或是換到那個沙肉的零件 當然沒有你原廠的零件好 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這個關節就會越來越退化 磨損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說退化性關節炎 我們再強調一下分兩塊 一塊就是磨損 在早期的時候 第二塊是化學的 就是它是真正的在發炎 關節裡面有很多白雪球 它在裡面發炎 放出的物質 進一步的來磨損我們的關節 這個是一個卡通圖 我們可以看到說那些白白的關節 我們平常吃的那些雞肉 雞腿 其實上次都是小雞 養沒幾天都是小朋友雞 所以它的關節非常的平滑 非常的漂亮 但是當它磨壞的時候 它的那些白白的部分 有些就會不見 然後就會穿動 有點像這樣子 它就凸掉 待會我們有一張 在關節鏡下面 我們看到的圖 是更逼真 X光看到的話 有時候我們看到關節面 它就會慢慢的消失 消失之後 就開始骨頭磨骨頭碰在一起了 這種X光看起來 用看的就覺得很痛 這樣的病人常常關節會痠痛 會有聲音 非常難以活動 而且關節在彎的時候 都會卡卡卡卡的有聲音 會有摩擦的聲音 這個就是我們在關節鏡下面看到 正常的軟骨像這樣子 磨壞了軟骨 軟骨就不見了 掉到旁邊去 然後這中間就跑出很多很多 這個關節下的一些硬骨出來 但是硬骨來磨硬骨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疼痛 這疼痛是難以想像的痛 這個是我們剛提到說 除了膝蓋關節炎 關節炎會發生在任何一個會動的關節 像這個就是髖關節炎 髖關節炎的話 它就會像在X光上面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關節狹窄的一個現象 這種髖關節炎是相當的疼痛 再讓卡通圖我們來比較一下 正常的關節炎跟退化性關節炎的比較 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關節是骨頭跟骨頭的接點對不對 關節囊在這裡 所以在正常的關節的時候 關節囊它會就是會這樣子 很有張力很有彈性 會很健康 但是它在退化之後 關節囊它就會鬆掉 鬆掉之後它就會變厚來代償它 所以代償它之後 關節囊也還是慢慢還是會變鬆 而且也會腫脹反而造成問題 另外軟骨 軟骨它就會磨壞掉 磨壞掉之後磨到下面的硬骨 磨到下面的硬骨 有時候連硬骨都會起泡 所以這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說我們沒有趕快去治療它的話 它只會越磨越嚴重 像它已經凹凸不平 再去磨它 當然它再來就磨光了 發炎就會更嚴重 發炎反應就會更嚴重 所以一旦發生這樣的狀況 這個關節炎脂會越來越糟糕 不會越來越好 這是它的表徵 我們剛剛有提過 這旁邊的一些組織 關節囊會發炎 骨頭的話它會有一些隨步高血壓 就是骨頭的壓力太大 中間就會產生一些空泡 所以會變成一些軟骨下骨折 會長一些骨齒出來 骨齒長出來之後 有時候就會去吃到神經 或吃到旁邊的韌帶 造成不舒服 最常見的就是五十肩 裡面有一種叫做旋轉秀斷裂 就是肩膀長骨齒 去把肩膀韌帶刺破了 這樣也是非常的疼痛 另外關節囊它會膨脹 會不穩定 然後旁邊的肌肉跟著開始痙攣 為什麼會痙攣呢 因為肌肉試著要去拉住 你這個不穩定的關節 肌肉它會不由自主的 非常努力的去拉住它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醫師 常常沒事要開一些 肌肉鬆弛劑給大家吃 因為肌肉就會不由自主的痙攣 非常的疼痛 這些關節炎的一些表徵 像這個是手部的關節炎 其實我每次看到病人這樣的手 我都會問他說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最常見的就是老師 老師常常有寫黑板 一直捏著手 關節就會變這樣子 第二個常見的就是家庭主婦 就是病人都會跟我說 阿姨都跟我說 我沒在做什麼都在刺激 不是吧 應該是家庭主婦吧 大家在精彩 手指也是用很多 也是很辛苦的一個職業 而且手指也會變這樣子 X光看到就會這樣 你看就是骨刺 關節就不見了 關節就不見了 這個發生在這種小關節 目前我們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 大概只能吃藥 但是發生在大關節的話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比較多 從上面講下來 我們幾個小問題 模擬考題 第一個 關節炎是一個老化的正常的現象 它只是摔倒了一部分 對不對 你們中計了 我們剛剛提到關節炎有 退化性關節炎 風濕性關節炎 還有一些免疫性的關節炎 所以有些關節炎 不一定是正常的老化現象 所以還是要提高警覺好不好 第二個 關節炎不是嚴重的疾病 是輕微的疼痛 最好不要管它 對不對 對 關節炎是一個造成殘疾的主要原因 所以一旦懷疑有關節炎的話 要趕快找醫師 趕快診斷 看有沒有別的原因 有沒有辦法可以改善 第三題 關節炎是無法消除的 對嗎 對 這題 這題大家的意見就不一樣 錯 對 OK 事實上關節炎 像我們剛剛講的 風濕性關節炎 或者是一些免疫相關的關節炎 我們是可以用藥物治療 但關節炎本身無法消除 我們可以消除的就是 它帶來的一些症狀 帶來一些變形 或者是它帶來的疼痛 這些我們可以消除 退化性關節炎本身 是一個老化的現象 人子會越來越老 但是我們可以消除 它帶來的一些不便 我們可以取代 它原來關節的功能 代償它的功能 或者說我們延緩它的退化 讓它不要那麼早要開刀 OK 關節炎的預警現象 就是其實這個我們在常常講 疼痛 僵硬行動 困難 腫脹等等 這些就是應該要去看醫師的徵兆 事實上我自己的家人很多 也都是關節炎的患者 我自己的奶奶90幾歲 因為膝關節炎疼痛難耐 我親自給她手術 給她換人工關節90幾歲 為什麼 因為她要走路 為什麼 因為她晚上睡不著 老人家晚上睡不著會怎樣 血壓會很高 她人會變得 她人就整個瘦下來 吃不下飯 整天就暈眩 嘔吐這些 所以只是為了一個關節 搞到說暈眩又嘔吐 血壓又高 到時候變心臟病變中風 那個就不值得了 所以說關節炎的預警徵兆就是說 一旦有疼痛的現象 我們要早期的去發現它 但是一旦有必須治療了 我們就早期去治療它 治療有很多種 不一定是開刀 我們待會兒會仔細的講 如果診斷關節炎 這個是醫師的工作 我們會好好的問你的病史 我們會看看你關節有沒有聲音 看關節有沒有歪歪的 活動度有沒有受限 我會給你照X光 看看有沒有發炎 抽血等等 你要必須回答醫師的 這是我們平常問診的一個過程 哪裡痛 什麼時候痛等等 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晚上睡不得著 睡不著 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所以醫師在問這些會蠻囉嗦的 所以請各位忍耐一下 好不好 醫師會回答你的問題 事實上也是你應該問醫師的問題 這到底是不是真的關節炎 還是我有別的問題 那是哪一種 感染性 還是一般的退化性 之後會怎麼樣 就是之後會不會有 尚未發生的症狀 但你以後會遇到的 我能為我的關節做些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怎麼治療 我要怎麼改變我的生活型態 OK 我們再講一下 我們關節炎治療的目標 這裡面有沒有說把它治癒 沒有 關節炎很難治癒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緩解 它帶來的一些發炎的反應 疼痛的反應 我們延緩它病程的發展 比如說今天已經80歲了 我可以用這個治療的方法 讓你再撐個10年 90幾歲的話 一般需要換人工關節炎 大概也不多了 需要走路也不多 所以我們延緩它 事實上就是一個很好的治療方法 晚10年再痛 事實上也不錯 另外說提供病人 平常可以做什麼動作 衛生教育 防止他的失能 改善生活品質 治療的方法 我們現在開始講一些治療的方法 就比較進階一些 前面講了 我們講一些非藥物的治療方法 還有後面會講藥物跟外殼手術 其中我們治療關節的話 要調整一下生活的步調 就是當然說 大家年紀也有一點了 所以其實做什麼事也不要那麼急 能夠用走的就不要用跑的 然後用走的就不要用跳的 我剛剛講過說關節也是非常耐磨的 所以實際上我們破壞關節 並不是說我們在摩擦它 我們在走路 我們在彎曲 實際上本身不太會去傷到關節 關節是怎麼搞壞的呢 就是把它撞壞 什麼時候會撞 就是你在跳的時候 你在跳的時候它就會壞掉 什麼時候會跳呢 像在跑步的時候 有沒有人跑步雙腳不離地的 應該沒有 那個叫劍走 如果要跑步的話它就一定會跳 所以說能夠走就不要用跳的 不要用跑的 這樣盡量來維持自己的關節 然後另外活動一段時間之後 就要休息一下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提到關節裡面的那些 蛋白子裡面吸了很多水在裡面 這些水帶了很多負電的離子 它本身可以保護你的關節 讓你長期的一直在活動的時候 這些水 這些負電的離子就會被排出來 這時候關節它更容易地受傷 所以我們去休息一下 讓關節的水再慢慢地回來 相同的觀念 我們也必須交替進行繁重跟輕鬆的工作 很重的工作 或是長期蹲的動作 跟平常站的動作 時間都不要太久 要頻繁地去交替地進行這些動作 另外重複的工作 就是智商不只是工作 像我們覺得說 古科醫師就覺得說爬樓梯 像上個月帶我兒子去爬個七星山 我看那個樓梯好高 爬上去我都想到到山頂去發明片 就是膝關節殺手 盡量不要爬太長的樓梯 運動很多 我們不太需要去爬樓梯來虐待自己的關節 你要常常地去改變自己的姿勢 上下事實上都是非常傷關節的 因為關節 我們關節的軟骨是沒有痛覺神經的 所以軟骨在受傷的當下 你不知道它在受傷 等到你開始痛的時候 它的關節已經壞掉了 像我們上樓梯的時候都會覺得比較累 比較痠 事實上是因為我們的肌肉一直在用力 所以我們的肌肉很累很不舒服 下坡非常的輕鬆 但是實際上對關節的磨損還是存在 就是爬樓梯嘛 但是爬緩坡的話 我們倒是不反對 盡量不要爬樓梯 當然說在醫學工程上面 我們也可以計算關節面磨損的力量 在什麼狀況下關節面的壓力最大呢 下樓梯的時候 下樓梯的時候 它的關節面的壓力是一般 我們走正常平路的時候的2.7倍 還有一件事情 蹲的時候 蹲的時候它會去壓迫後方的關節軟骨 它的壓力也非常大 所以沒事不要蹲 最後就是注意姿勢 使用一些步行或輔助的器具 我所謂講步行或輔助的器具的時候 我並不是請大家說 平常走路都要走個那個 劍走杖或登山杖什麼的 我們的膝蓋跟寬骨是拿來 支撐重量用的 如果你拿劍走杖跟登山杖的話 你就是拿手 拿你的手肘跟你的肩膀 來分擔你那個膝蓋應該要負擔的功能 所以這時候你的肩膀跟你的手肘 事實上就是會 暴露在一個更高的關節炎的風險下 所以平常的話 事實上也是不太需要 所謂的輔具 步行器具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剛講 關節炎很嚴重的病人 他關節會非常的鬆弛 不穩定 這時候我們可以穿一些器具 或者有些人的X型腿 O型腿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會可以穿一些輔具 來改變它的形狀 最後蠻重要的就是要控制體重 就是大腹的人 膝蓋就會退化的比較快 這個可以理解吧 OK 我們講一下冷敷跟熱敷 這些是會讓你比較舒服的一個動作 其實基本的原則就是當你不是很痛的時候 就可以冷敷 或者是不是很腫的時候 不是很腫的時候 應該說很腫的時候 對不起我有點被分心了 很腫的時候要冷敷 冷敷的話就是用冰袋 冷敷包或冷凍蔬菜包 這個老外他們每家都有一包 他們很少買菜 拿這個來冰敷 熱的時候就是我們可以放鬆肌肉 當你肌肉在筋軟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熱敷包來熱敷 但是這個我們剛剛講冷敷熱敷 還有待會兒會講到一些止痛藥 事實上都是一些症狀緩解的一些功能 他對這個關節炎的一個進程 會不會減緩 會不會有改善 事實上不會 關節炎還是一樣在進行 OK 接下來我想每次演講都會被問 我這次就自己把它放上來 就是微古力 我們剛剛提到說吃微古力 或吃葡萄糖胺 這是一個吃腦補腦的一個觀念 但是吃腦補腦在科學上是對的嗎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去比較說 比如說你們這一排 每天去吃豬腦十年 你們這一排都不要吃豬腦 十年之後我們來比較 你們的智商好不好 我們有這個實驗嗎 沒有 所以我說不知道 吃腦補腦有沒有效 不知道 但是微古力 有點像吃關節軟骨 補關節軟骨的一個概念 它有沒有效呢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微古力就是長這樣 正常的微古力 義大利正常羅德大藥常做的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廣告 膝蓋過程物大破解 大家想說膝蓋裡面有蛋白質多糖 我們就會吃一堆微古力 膝蓋裡面有一些膠原蛋白 我們就來吃膠原蛋白 膝蓋裡有軟骨 我們就吃鯊魚軟骨 西化裡面有關節滑液 我們就來打玻尿酸 但是事實上這裡面有一些陷阱 有些有效 有些沒有效 葡萄糖胺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一個構成物 所以說我們就試著說 吃一些葡萄糖胺來補軟骨 實際上葡萄糖胺的軟骨 葡萄糖胺的產品非常的多 像這個應該大家都吃過吧 古勒沙明 號稱鈣質比較低 貝利谷 Mufri 這個美國賣得很多 而且國外非常的便宜 但是葡萄糖胺它平常的觀念就是這樣 我們希望補充一些葡萄糖胺 來補充我們的關節 但葡萄糖胺在什麼生物上面最多 架殼類 像螃蟹的殼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吃過螃蟹 螃蟹裡面不是有一層膜嗎 平常在脫殼那個膜 它以後就會長成新的膜 上面充滿了一些幹細胞 因為吃這個葡萄糖胺不如來吃那個膜 不如多吃一些螃蟹 但是葡萄糖胺的為什麼現在會賣得那麼好 事實上真的是要感謝那個吳念珍大導演 他的廣告實在非常的有說服力 我們台灣的廣告事實上 病人都不太相信我們 他們都比較相信吳念珍 我們請大家說不要吃為鼓勵 或者說跟他說沒有用 他們也要跟我們吵架 沒辦法 葡萄糖胺的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講到重點 葡萄糖胺的功能是什麼 好像是可以補充關節軟骨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過 關節軟骨是不會再生的 所以我這樣講 葡萄糖胺有什麼功能 主要功能是沒有功能 很多人問我要吃哪種葡萄糖胺 要不要吃葡萄糖胺 還是要吃固勒沙米 還是要吃滴那阿蓋 都一樣啦不要這麼好 我覺得說他沒有功能的話 事實上也有點不太公平 這樣講我們講實話就是沒有證據來支持 我們找了一半的人去吃葡萄糖胺 另外一半的人沒吃 結果兩組差不多 另外一半的人都吃麵粉 他會覺得我效果比較好啦 這半人真的吃葡萄糖胺說 我覺得也是差不多啊 事實上你們吃麵粉的人 不知道自己吃麵粉 你以為自己在吃葡萄糖胺 也覺得很有效 這叫做安慰劑效果 所以目前沒有實際證據來支持說 葡萄糖胺是不是可以預防 或延後關節炎的退化 所以說 我說他沒有功能好像也有點不太禮貌 但是我想他最大的功能就是說 這是我們子女們表現孝性一個很好的方法 以前我們送雞精嘛 雞精裡面都是一些 氨基酸啊 蛋白質啊 吃酒好像也不太好嘛 可能會痛風啊 或者是膽固醇會升高之類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就送這個葡萄糖胺 這功能有沒有效呢 事實上也不錯啦 因為反正它 它雖然沒有效但它也沒有付作用 所以其實送老人家這個東西 它開心就好 我心裡也沒有負擔 OK 好 葡萄糖胺我們這邊止住了 葡萄糖胺我們不把它當作一個藥物 因為它實在沒什麼療效 接下來我們講治療用的藥物的選擇 有止痛藥 藥膏 還有消炎藥跟薄尿酸 所以止痛藥就是我們泛指就是像一些 沒有消炎效果的止痛藥 比如說是普拿疼 比如說是一些低劑量的馬菲類的一個消炎藥 另外一個藥膏 這些止痛藥 藥膏還有我們剛剛講的一些冷膚熱膚 它的效果其實就是暫時的來減緩我們的疼痛 這個在臨床上有沒有意義呢 事實上是有意義的 因為說這個關節炎它並不是一年365天都在關節炎 它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所以我們用這些止痛藥跟消炎藥 把它度過最痛苦的這段時間之後 它剩下的時間都可以過很快樂的生活 所以它有沒有意義 它也是有意義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個非類固醇的 非類固醇的抗發炎的藥物 這兩個藥物 我們不要講藥物的名字 我們不要把它變成一個產品發表會 但是這就是我最常開的藥物 我一直覺得廣告對我們大家的一個 印象的改變是非常強大的 像剛剛講的那個 像微古力廣告就非常的成功 最近有一個比較不成功的廣告 我忘記是哪一個 它說止痛必先消炎 好像是一個藥膏的廣告 止痛必先消炎 這句話我完全同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關節 除了磨損以外 它是一個發炎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個發炎的一個過程 把它中斷 我們把它阻斷 關節就不發炎了 這時候我們有沒有去 抑制它的痛覺神經 沒有 我們有沒有說 有沒有給你麻菲類的藥物 讓你抑制大腦裡面的痛覺 事實上沒有 它的這種藥物有效 就是因為你關節不發炎 所以你不痛 就這麼簡單 它就是把你發炎的過程 把它停止掉 所以你就不會痛 這種我們講NSID 就是菲類固醇的抗發炎藥物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傳統性的 傳統性的像是我們講的肥炎 莫痛 艾斯美特 這些都是傳統性的一些抗發炎藥物 這些藥物效果也是不錯 但是有些腸胃比較脆弱 吃了就很容易胃潰瘍 胃出血 胃食道逆流 比較新的 說它新其實也沒多新 像這個COX2 像下面右邊這一張 它的發明也超過20年 它只是比較貴而已 像我們剛剛講傳統性的 一顆大概賣不到1塊錢 比那個口腔還便宜 但是下面這個的話 之前的話 一顆台灣要賣到25塊 健保價25塊 但是現在的話 我們藥局在跟它 就是健保局跟它降價 一顆剩18塊 但是價錢還是好很多 它這種就是不太會發生 腸胃道的併發症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表示你的腸胃特別的脆弱 自己可能腸胃科要去看一下 這個藥物 所以以後醫師開這些藥物給你 請看清楚它叫做非類固醇性發炎藥 它不是類固醇 它有一個非 所以我沒有開類固醇給你們 好不好 OK 繼續 第二個就是關節內注射玻尿酸 剛剛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吃腦補腦的概念 關節內我們打一些玻尿酸來取代 就是來補充我們膝蓋的玻尿酸 這個在實驗的結果內 就相當的有效 怎麼就是一半的人去打玻尿酸 另外一半的人去打生理試驗水 這一半的人就娃娃叫還是好痛 這一半的人說我好多了 這就是科學 我們找很多人去做實驗 有效就是有效 沒效就是沒效 好不好 我們講說我吃腦應該可以補腦啊 講破嘴我們還是沒有證據去支持 玻尿酸它是有證據支持的 它是一個天然的關節的潤滑劑 目前健保給付的規範是這樣子 以每週一劑的間隔 每半年注射三到五劑 什麼時候三劑什麼時候五劑 就是看它的分子量 我們自己或者看病人的症狀 可以緩解百分之六十六的病人的一個症狀 它的副作用呢 有沒有副作用 有啦 就是打針的時候很痛 就是它的副作用 有些人就是皮膚上扎個真細菌跑進去 造成感染的 有沒有可能發生 也有可能發生 但是我自己都沒有遇到過 這就是我們最常見的 雅結 希爾康這些玻尿酸 這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玻尿酸這個東西它的功能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吸水體 就是你打到關節裡面 打了五CC進去 關節裡面只有五CC的水嗎 不止 它會附帶更多的一些水分 來潤滑你的關節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玻尿酸目前 做玻尿酸的廠商 它不太喜歡賣醫院 因為利潤不好 健保局有一天到晚跟它砍價錢 所以他們現在賣誰 賣醫美啊 打在臉上 蘋果機啊 打得就變漂亮 所以 事實上它的玻尿酸 都是同一家廠商做的 它是最佳的一個保濕跟潤滑的因子 所以在醫美那邊的話 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但是在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是拿來潤滑關節用的 治療相當的好 像我們打針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它消毒之後 打到關節裡面 潤滑你的關節 有點像換機油的這個觀念 但是比換機油還有效 這就是有點像腳踏車的鏈條 定期的潤滑它 有點類似這樣的觀念 注射方面的話 還有一個叫PRP PRP的話 它是最近這幾年興起的 它的新聞非常的多 有一些運動員 像Coby Bryant 還有老虎舞姿 還有劉若瑩也來湊一腳 林書豪 朱隔亮 還有這個 馬菲爾森 打高爾夫球的 還有這個Romero 這些病人 這些很出名的運動員 事實上也是在 也會接受這個最先進的治療 最新的治療 除了說打在那種關節裡面以外 它也會打在一些像足底筋膜炎 或者是有些傷口不會好的 也可以來打 像朱隔亮 用自己的血資料系統 這肯定不是它的 還有林志勝 林志勝他事實上沒有關節炎 但是他還是打了PRP 為什麼 因為PRP它有一個 促進組織癒合的一個效果 但是PRP呢 是不是都適合每一個病人呢 事實上也不一定 我們一樣一樣來分析 PRP事實上我們講清楚一點 它就是一個雪小板的一個凝集液 雪小板的一個濃縮液 為什麼我們特別去找雪小板 因為雪小板裡面含非常多的生長因子 像FGF Family FGF系列 PDGF系列 TGF系列 EGF系列 IGF系列 VEGF系列 它對各種組織都有一些促進生長的效果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用這些雪小板的一個凝結液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去取得其中的一些生長因子 來促進一些我們一些組織的一個 一個癒合的一個現象 像它的 真的是每一個不同的生長因子它的功能 它會吸引幹細胞 促進幹細胞的分裂 它會促進母細胞的成熟 另外它會消炎 就是它會讓白雪球不要那麼樣的兇悍 不要再去吃自己的軟骨細胞 目前那個PRP它的一個FDA的一個適應症 主要是第一個就是傷口的一個修復 第二個就是骨科的應用 就是平常我們打在關節裡面 這是我們實際上一個操作的一個流程 我們就是 這是 這就不得不把它放上來 這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廠牌的名字 因為每一個廠牌不一樣 像這個廠牌的話 它一次次抽字 17C的字體的一個血液 然後置入它的一個特殊的一個離心機 大約15分鐘 然後它就可以萃取出一部分的PRP PRP事實上並不是很多 它就是大概在這一塊 它上面也有一塊 中間一塊 下面一塊 就只能用中間這一塊 台大還有 就中間這一塊 非常的珍貴 就一點點而已 每個廠牌不一樣 我們剛剛有提過 如果我們取得3CC左右 我們就把它直接打到關節裡面 就有點像剛剛我們打 打玻尿酸的那一個觀念 然後就把它打進去 然後就把它打進去 這是我們一個目前 一個治療的一個模式 輕度的話 我們就是 吃物理治療 不要吃藥 中度的話就開始吃一些消炎藥 然後中重度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PRP 最嚴重的就繼續手術 剛剛提到的說 這是各個廠牌不同 像這個廠牌是抽10CC的水 對不對 像剛剛有一位先進 是溫醫師嗎 我知道你也是醫師 就是有一些比較新的 它抽血要抽100CC 然後它大概只能夠 凝集出10CC左右的PRP 這是技術越來越先進 它就需要抽越多的血 然後它的 它的血小板的濃度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每個廠牌不一樣 目前我們的治療的一些目的就是說 如果說一些膝蓋退化性關節炎的病患 如果說我們考慮 是不是世界上的人 不是要解除了 你可是我們現在跑去 那些人是這條船 好嗎 好可憐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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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別的 會不會 你怎麼看 過而不是 在這條船上 每天最終身 就按照 它就是 被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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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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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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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